过去星期日播出的一集中年号声音2 颜米糕和刘可的表现超水长 两人一起突破90分大关 颜米糕更凭梅姐的金曲 破了之前安雅希93分的纪录 获得94分 同时获得这一部曲的MVP 原来颜米糕为了学梅姐的舞步 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今天激动的 因为当然我自己都很认真去处理演出 其实是很踩钢线 我自己觉得很踩钢线 为什么呢 因为想绕绕的笑声 到底是喜欢还是讨厌呢 是一线之差 我觉得很幸运 是不是都学了很久啊 这些手势 因为你是自己 我很多晚上在那儿煮的 真的要煮 因为你又又闻不到人 因为又没得一起看 我就在那个屏幕里看完 最方便用手机了 看完重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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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试试看又看一看镜 其实都多谢梅姐 因为她真的每一次都不同的 其实她的动作都有些不同 但是不同里面都有些东西是跟得到的 就是我找到共通点在哪儿了 我就只找到那些共通点 然后我又会致敬梅姐 就是加上现场的 你想做的一些东西就进入 强强过招 黄鹤林和珍密斯无奈要被淘汰 21强止步 其实我们走到这一刻 很棒了 是呀 已经赢了 特别是今天 我看到大家的表演 都很高水准 真的大家都很好 是呀 所以我那时候也想 哇 我跟银米糕一齐 是呀 在同一个台上比赛 哇 真是生生有幸 真的 嗯 而且这次你也跳出了自己的 confer zone 有跳舞 其实很大 简直不是跳出confer zone 而彈起好像飞机那样 你做了很多东西的了 是呀 是呀 我都没有机会跳 那就不要紧了 我们可以在其他一场合跳